比赛要开始了 我们回到场合 好 刘启良有效得分 集中了Cody 到了第二回合的时候呢 就是除了技术动作之外的话呢 双方的心理的话呢 这个变化就非常有意思 大家如果注意看的话 第二节其实应该是最好看的 体力也没有下降的太多 而且对方都是说说有点知公知底了 对 Cody被刘强围攻 刚才这个袭击是泰拳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动作 飞击 飞击家 又被Cody被击中 连续被中决移中 连续的飞击 不行了 Cody已经被裁判拉开 Cody这次是吃了大亏了 这个是典型的 就是我们来看到什么呢 就是森大流派当中的 风暴攻击 泰式流派对荷兰流派的一个 当然这是双方的碾压式的攻击 碾压式的攻击 对对对 因为你看刘吉良在 他他这次的几次 膝膝的进攻了 膝盖的进攻了 在前肩上没有出来 哦 这个Cody现在被压 被刘强压住的攻击啊 Cody Cody现在的话呢 就是说在拳击的上头呢 就是打的上头还有一定的优势 但是他的很赖以成名的这个腿啊 已经试不出来了 哦 Cody反击中击中了刘吉良 但这是个刺拳力度很小 但是刚才刘吉良的话 是这个摆拳有点大呼吸 警告了 警告了 裁判警告了刘吉良 一个后拳的 后拳摆拳 这个Cody的 Cody现在明显这个出拳无力了 他现在是用的是拳击的底子了 对 你看腿已经基本上不用了 对 打不出来 刘吉良的中拳又击中了Cody 刘吉良就是把Cody 现在压在角落里打 你看中国的选手的话 那拳的话呢 叫做后支拳 或者说刺拳摆拳比较多 勾拳就少 可是你看Cody 反复的是用勾拳的技术 其实他有效的 很有威力的也是勾拳 你看 两次都勾中了这个刘吉良 对 现在Cody就 漂亮 双低腿 高伐双低腿 但是没有击中 对 现在已经放松了 看来这个刚才的一阵狂风暴雨 双方的这个 刘吉良 刚说这个节奏放慢了 刘吉良就一脚 把这个Cody踢倒在地 刚才这个动作啊 有点类似咱们讲的少林铁扫乳工 什么的 说白就是扫堂鼓 对 漂亮 这个高扫队直接扫到了 Cody已经 Cody已经晕了 又是一拳 一个中脚加一拳 对 Cody在中了这一拳 一个中脚和一个中拳之后 你看Cody 所以现在基本上已经站不住了 这个刘吉良是不断地缩短这个攻击距离啊 看来他是准备给这个 刘吉良是希望给他分开 对 给他一个狠狠的重拳 哎 漂亮的回旋板 这个Cody到现在还是这么的这个花哨啊 你看他的这个动作啊 连续两个回旋板拳 但力量也不行啊 已经软了 已经软了 这是第二节的罗响救了他 其实这个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